平安,我是刘代华博士 谢谢您对荣耀时刻频道的订阅 我们每一集的制作从简介到完成 花了许多精力时间 并有专职的同工来做这个工作 目的是提供大家在任何时间、地点及场合 都能够得到神话语的启示及装备 在此邀请您支持荣耀时刻频道的制作 让我们可以有资源继续这个工作 广传福音深刻的真理 为方便您的支持 我们开始了会员制度 请点击影片下方会员方框 会有更仔细的说明 我们这个系列主题的屏幕叫做 翻天覆地的福音 为什么福音翻天覆地 因为福音不是来自于这个世界 所以它翻天覆地 它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 它是从天上来的 所以它来到之后做了大的改变 所以就翻天覆地了 五旬节之后 使徒生活方式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神在第一世纪的五旬节 做了一个翻天覆地 一个新的作为 开始一个新的模式 因为我们常常讲到做New Paradigm 中文讲到一个新的模式 一个新的平台 一个新的视野 完全是以前的人没有想到过的 上帝做了一件新事 所谓的新的意思就是 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不可能找到同样的模式 现在有很多人还在想说 我们再回到过去 那个五旬节会再发生一次 为什么呢 神是做新事的神 对不对 他不重复做 因为他有他的目的存在 我们今天会继续看到 神不断不断地在做新事 而使徒行传呢 当然我们其实应该讲 它是圣灵行传跟耶稣行传 因为里面讲的使徒 主要的前半部分 很多出现的使徒 是彼得 后面比较多出现的使徒 是保罗 其实并没有讲很多使徒 一开头 路加说提阿菲罗 我已经写给你 提阿菲罗这个人的名字 读圣经 特别注意到他的名字 提阿 他的原文叫 Theos Theos就是神的意思 Philio 前不是常讲说 有三种爱 一种是Philio 一种是Eros 有没有 Philio就是爱 也是一种爱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提阿菲罗的名字 其实是什么 他的名字是前面 前面Theos的 就是希腊文的神 所以提阿菲罗的意思 就是爱神的 很有意思吧 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一句 这个路加福音的后书 《使徒行传》一开始 这本书写给提阿菲罗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名字 意思就是他写给爱神者 这部书写给爱神者 继续讲到耶稣 所做的事情 圣灵所做的事情 当圣灵降临下来 进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的时候 进入到当时 在马可楼上 等候耶稣的门徒们的心中的时候呢 他们的生活 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他们的生活不再是 从外面活到里面 就是看到外面有什么事情 然后反映 而是从什么 里面活到外面 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神 圣灵在掌管他们的生活 所以他们要去哪里 要做什么事 以前有一个看得见的耶稣 来带领门徒们 对不对 耶稣上山去祷告 门徒就去 耶稣在哪里讲道 大家就围到那边去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可见的领袖 可是自从圣灵降临下来之后呢 这个领袖是人的眼睛看不见的 可是所有一切事情 都是圣灵在运作的 我记得有一次 因为我还在神学院的时候 常常出去帮大型会议翻译 那有一次 我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 就问我说 你去翻译的这些 这么多的大型的聚会 到底是 台湾这些聚会 到底是谁在安排的 我说应该是圣灵安排的吧 因为他们彼此 也没有什么商量好啊 是不是圣灵在带领 虽然我们看不见带领谁 可是圣灵是掌管一切的 那所以有很多人也过去曾经说 哎呀我们这个更正教 我们现在信的这个 就教会历史上来讲 他们叫我们是更正教 更正教跟什么相对比呢 就跟天主教相对比 就有人说 哎呀这个更正教好像很散乱 除了有一些宗派 他们有这个很严格的这个制度以外 跟天主教相比的话 这好像很散乱 这边一个教会 那边一个教会 然后还有什么地方教会 可是实际上 这个散乱是人看到散乱 对不对 可是他是有一个领袖在带领的 他有秩序发生的 这个领袖这个秩序就是圣灵 他不是出于一个人的秩序 所以这是有圣灵的秩序 那么人们从圣灵降临下来之后呢 新的形态 能运行的新模式开始之后呢 人们的生活应该是从里活到外面 就是里面的神来带领我们 我们是从上面活到下面 基督已经替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所以我们生活的方式是什么 从上活到下 从里活到外 我们不是看到外面有什么事情 我们就很反应 最近是不是一个新闻 这个日本两年以后 要把他们这个合肺料的水 放射水倒到太平洋 你听到这就觉得很生气 不知道谁还可以去坐铁路 就是听说高铁只能坐到污日 之后的地方那个都抽地下水 所以地层很可能会下陷 对不对 他很担心啊 看着我们国家乱七八糟很担心啊 领袖乱七八糟很担心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是从外面活到里面 是不是这样 可是我们是从里面活到外面 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国 我们是把我们里面的国活到外面 我们从上面活到下面 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所以我们看一切的事情 从上面的眼光来看地上的事情 我们从地上的眼光来看地上的事情 好 还有一个呢 我们是从未来活到现在 我们不是从现在活到未来 我们也不是从过去活到未来 我们不纪念我们过去的富家 我们不纪念我们的身份 背景 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不纪念 因为我们有一个真实的未来 所以我们把真实的未来带到现在 所以我们是从未来活到现在 好 这是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神做了一些事是一个客观的事情 那么我们回应神的方式是 我们生活的里面 我们怎么样来过我们的生活 这是一个我们主观的回应 上帝做任何事情 我们都要有一个回应 不是一个被动 神你做好 那就这样 我还是我 你还是你 反正你是神嘛 你要做什么 你一定做成 这样子一定不会成功 这样子没有跟随神 对不对 神在那里 你要去跟他吧 你不跟他 他在那边 他走了 你还在这里 好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好 众人在疑惑的时候呢 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 究竟发生什么事 这时候出现了谁 彼得 对不对 我们知道彼得 他过去是一个很胆怯的人 是不是 他很胆怯啊 他很害怕 就是一个小小的使女 跟他说 你不是跟随耶稣的人吗 不是不是 我不是你的错 三次否认耶稣 然后他很容易挫折 门徒们都没有一个人 像他这么挫折 主动先抛弃 他被神的护照 跑去打鱼 有没有 可是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 他这个人好像改变了 他改变了 他在众人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非常有信心地站起来的 就跟大家指着说什么 这就是那 现在这个发生的事情 就是过去 在约尔书给我们的预言 里面所讲到的 是不是这样 所以彼得那时候 他非常有信心 这个信心呢 不是财自于人的信心 有的时候 你会里面会有圣灵的感动 对不对 可是你做这个事情 是你过去没有做过的 你做的时候 假如你有任何一秒的质疑的话 你可能就退缩了 是不是这样 会不会是我听错了 我万一做的事情 以后会怎么样 这样就没有像彼得那么勇敢 对不对 他就没有办法完成 神给他的任务 所以彼得真的是被圣灵充满 大家要知道 如果我们讲 某一个人被圣灵充满 或是某一个人相信耶稣 跟随神的时候 他的身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记 就是他这个人的本质改变 一个人真的有没有信耶稣 你要看他的本质有没有改变 因为当神来到我们里面 他是改变我们这个人的本质 你不会再是像你过去一样 如果你跟你过去还是一样的话 你可能没有重生 你如果对信耶稣之前 跟信耶稣之后 对罪没有任何一点的厌恶感 或者是罪疚感 或者是圣灵没有责备你 如果你做了一些 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话 那你就是没有重生 所以有没有真正的是基督徒 你要看他这个人 他的本质有没有得到改变 所以我们看到 彼得的本质有没有改变 而且他变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他非常具有上帝的智慧 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第一个站起来说 这个就是那个 所以他现在做的一件是什么事情呢 他在定义 并且阐明上帝所做的事情 他做这些事 他说这些话并不是发预言 我们在小组讨论的时候 有一题就是 讲到王 因为我们周日的时候 是不是讲到 麦基西德2 对不对 讲到王这个位分 当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 这个君尊又是君又是 又是君尊又是祭司 这君王 作为一个君王的时候 你口所出的话 这是一种命令 这是一种定义 你定义它 你命令它 那么你所说的就会成功 你不需要发预言 也没有 不用发预言 预言这个 所谓的预言 这一件事呢 在圣经里面有讲到 不论是在Tanak 所谓的旧约 或者是新约里面都讲到 如果有一个人 他发的预言 不成就的话 那我们就不用去相信他 对不对 所以预言有可能会 不成就嘛 是不是 因为预言是按照 他里面感动的 可是我们讲到的 这个感动呢 彼得在这边所做的事情 跟我们讲到 君尊祭司的职份 所说出来的话 神不是要我们说预言 谁要我们发命令 所以你要非常小心 你说什么话 而你说出来的话 你要负责任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 我在讲道的时候 我就说 为什么事情到天上去祷告 我们要非常地清楚 是不是上帝的旨意 是不是这样 你不可以随便乱祷告 或者是你不可以随便乱讲话 因为你职份的关系 那么你讲出来的话 就一定会有影响 而且一个人他越是成熟 他的权柄 在属灵权柄里面越大的 他所讲出来的话 越有影响力的时候 他就要全部为这些话语而负责 我一个朋友有一天 他就会被这件事吓到 有一天他在灵修的时候 他听到圣灵非常清楚地告诉他 他说从今天开始 你所讲的每一句话 你要负完全的责任 他吓坏了 他说我从此以后不随便帮人家祷告 因为如果他说出去什么话 他要负这句话的完全责任 这句话他说出来 所有产生可能的后果 他要完全负责 神要让他完全负责 你想想看 这个本来就是上帝要赋予我们的权柄 当你有怎么样的权柄的时候 你就是代表有什么样的责任 彼得定义了 这就是上帝的作为 很明显的圣灵把它记载在圣经当中 就是出于圣灵的 接着彼得 这是彼得的第一次讲到 这是在第二章 他引用了 塔纳可里面的约尔书二章 诗篇十六章跟一百一十篇 指明耶稣就是基督 为什么他大量引用旧约呢 因为当时是五旬节 是不是 都是犹太人到圣殿里面去 那时候还不在圣殿 他第一次讲到的时候 应该是在马可楼附近 因为有神迹启示 大家跑来看 所以他就对大家讲这件事情 那么当时听的应该都是犹太人 大家就怎么样 扎心 所谓的扎心就是 刺到他们里面去了 我们今天要讲到彼得的第二场讲道 不管是第一场讲道 第二场讲道 彼得一定不会忘记说一件事 就是你们 把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就是你们 很大胆的 他对他的群众 他控告他的群众 他控告他的群众 你们犯罪的人 就是你们 你们 把神所拆来的先知 定死在十字架上 对抗他的群众 你想想看 如果那些群众很生气起来 不要一个人一个石头 一个人吐一个唾沫 他就被淹死了 可是他很勇敢 就是你们 你们把神定在十字架上 可是大家听到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把神定在十字架上 我们现在怎么办 所以彼得说 你们应该第一个要悔改 第二个要受洗 然后第三个要接受圣灵 所以受洗一定是在悔改之后 没有悔改不可以受洗 现在有一些的地方受洗是比较随便 觉得说 我们今年有多少人受洗 大家全部来受洗 我就碰到很多基督徒 就搞不清楚受洗是什么 就是陪别人去受洗 然后自己也变成 他也变成受洗 顺便一起受洗 没有顺便这种事情 这洗礼本身有很重要的含义 所以在我们的频道 牧师有讲一系列的 基督的基础教义 要非常明了受洗 你如果越是明了它 这个洗礼对你产生的 属灵的力量就越大 你只是随随便便的去做 你也搞不清楚是什么事情的话 你的心并没有真实的 跟这个神所定义的 这个先知性的礼仪 或者是一个先知性的行动 有所连结 所以就没有用 你们要悔改受洗 接受圣灵 三个部分 所以自从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 不管任何人受洗 都是要悔改 受水洗 然后再接受圣灵的敬 这是不可缺少的 这三者不可以缺一 接着圣经就说 有三千个人受洗 所以彼得被圣灵转化了 他不仅是有新的知识 并且这个知识是火的 上帝的话语转变他 我们接下来要看到 第二章的四十二节 众人都恒心遵守 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拨禀祈祷 好 我们仍然回到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是 当时很多的人 因为是五旬节 所以犹太人从世界各地 回到圣殿 当时的圣殿是西律王所建的 叫做第二圣殿 第一圣殿是索罗门王建的 第二圣殿是西律王建的 他们在第二圣殿敬拜神 这个就是过去的旧的模式 就是神有一个圣殿 那这个神的圣殿是 最早要追溯到哪里呢 是不是出埃及的时候 神要以色列人到西乃山去朝见他 后来有约会 对不对 后来约会带领着他们 为什么要有一个约会 因为神的同在在约会里面 约会在哪里 他们是不是看得见约会 约会白天有云柱 晚上有火柱 就知道神在我们的当中 从那时候开始 有摩西的会幕 会幕后来没有其他东西 因为约会被裸走了 后来约会又回来了 之后就有大卫的帐幕 是不是24小时敬拜赞美 大卫就想说我要为神建一个殿 所以他的儿子所罗门就建了第一圣殿 从此以后约会停留在圣殿的里面 所以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就是旧的模式 大家跑到这个地方来敬拜神 但后来因为他们的悖逆 这个圣殿也就没有了 没有之后呢 西律王在同样的地方 他又建了一个第二圣殿 大家都是来旅行的对不对 从世界各地跑来旅行 我们没有永远住在耶路撒冷 我们只是来敬拜神 然后我们就要回去 结果没有想到发生了这件事情 发生这件事情 大家都觉得好新奇 我们都不想走 因为这边有一群人 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那耶稣是我们新认识的弥赛亚 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多地认识他 所以大家就不走了 大家就在那边听使徒的教训 使徒的教训有什么了不起 为什么跟他们过去的教法师 跟他们的祭司或是拉比教导的 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个 这些人 前面是不是讲 可以称为使徒的人 他一定要是跟过耶稣的 对不对 第一个他们跟过耶稣 他们跟过耶稣 是不是听了耶稣的教导 所以耶稣解经是不是跟别人不同 而且耶稣常常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经上这么说 可是我这样说 所以我们认识我们的弥赛亚 还有新的教导 跟从前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要听使徒的教训 再来耶稣在离开地上的时候 是不是有四十天的时间 跟门徒讲论神国的道理 跟他们讲神的国 所以这些使徒的教训呢 是新的 是在当时代没有听过的 除非你曾经在耶稣时代 有跟着耶稣听他讲道过 不然的话他们没有听过 这些人应该是没有听过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 他们没有听过 因为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以色列 加利利啊 然后到四海啊 耶路撒冷啊 这些地方 他们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 所以那些人他们不晓得 他们听使徒对他们的教导 所以他们就留下来 共同听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拨柄祈祷 交接拨柄祈祷 交接中文就是翻译的很文艺 它的意思就是团契的意思 团契 这个是希腊文叫做 koinonia koino的意思呢 就是共同 共同的意思 团契就是共同的意思 团契这个字究竟是什么 讲到什么 什么共同 就是分享的意思 所以团契就是分享 它有一种无私 跟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建立的是一种关系 这个叫做团契 所以当我们说 什么什么团契 但我们现在讲说 什么什么教会啊 或者我们是叫事工啊 不管你是什么名字 基本上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 是一个团契 是一个koinonia 是一个共同分享 分享什么 分享生命 我跟你分享生命 所以它是一个 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交流 分享生命 分享爱 彼此分享爱心 甚至于分享财富 分享一切的一切 叫做分享 它有一种 无私跟彼此相爱的 一种关系的建立 这个叫交接 好 波饼呢 波饼讲的是什么 圣餐啊 是不是 交接波饼 波饼讲的是圣餐 所以他们在一起 圣餐是不是也是我们跟上帝的 有没有 我们跟上帝的团契啊 我们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呢 非常非常团契吧 他放在我们里面 我们在他的里面 非常非常深的团契 交接波饼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这是一种伙伴关系 我们讲伙伴 伙伴的这种关系 在中文讲来 它就是比一般的 比如说你只是认识这个人 要更深一层 对不对 他是你的伙伴 什么伙伴 在一起奔跑 灵命 就是追求神的伙伴 也很可能是你生活上的伙伴 对不对 你有困难的时候 他支持你 他帮助你 等等等等 这是一种伙伴关系 一种分享关系 一种爱的关系 这个叫做 波饼也是一种团契 也是一种波饼 包括人与人 跟人与神之间 我们共同的波饼 就是我们共同一起跟上帝 建立一个 koinonia 当我们受洗的时候 其实受洗 其中还有一个意义 就是进入上帝的家 受洗进入上帝的家 进入上帝的肢体 所以他们做几件事呢 第一个 他们恒心 遵守使徒的教训 这边就讲了很多内容 恒心就是一种坚持 对不对 使徒的教训是新的 没有那么容易接受吧 一个新的观念到你的里面 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 也许你要重复很多次 然后你也许要在里面 挣扎一番 辩论一番 也许过一阵子以后 你可以终于接受 然后有一天你发现 那个东西原来对你是新的 你已经可以完全接受 它已经完全在你的里面 你认为它是理所当然 那个才叫做接受 所以他们恒心一直不断地 遵守就包括一种顺服 对不对 遵守是一种顺服 这些犹太人其实 大家知道犹太人都是 三个人会有五六个想法 对不对 一个人自己有很多想法 他们没有跟使徒辩论 我们这边没有像人的学问一样 是彼此辩论跟讨论的 他们只有恒心 遵守听从使徒的教训 这个当然是圣灵的作为 这是圣灵的大作为 然后彼此交接 进入到一种相爱的关系 可是大家要知道 这些人不是彼此认识的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 他们还讲不同的话语 有没有 他们讲不同的话语 有不同的文化 虽然他们都是犹太人 可是他们已经活在不同的国家的里面 所以他们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生活习惯 通通都不一样 可是他们产生了一种团契 这是一种超越人与人之间的 层次的团契 彼此交接薄饼 众人都惧怕 这个惧怕的意思 是敬畏的意思 因为他们彼此的团结合一 当这个祈祷 祈祷不仅是祈祷 还包括敬拜赞美等等 你想想看有一个团体 他们原来彼此不认识 他们这么样的顺服 同样一个思想 然后彼此相爱 彼此分享生命 分享钱财 一起吃饭 有些人是住在耶路撒冷 有些人从外面来的 可是他们不能永远都在外面吃饭 他们一直留下来 他们彼此在一起吃饭 你团契最基本就是 大家会跑去一起吃饭 喝咖啡 喝果汁好了 你们就会去吃东西 你们会做这些事 然后又在一起祈祷 又在一起赞美神 你想想看那个力量多大 神非常的喜悦这种事情 所以一种很大的敬畏产生 大家里面敬畏神 敬畏临到众人 这个众人是指的是他们 所以在这一个突然形成的团体 他们是突然形成的团体 他们事先是没有一个组织 就像我开始讲到 有人说 这个跟进教 这边一个教会 这边一个教会 这边是你做这个 他做那个 怎么都没有一个组织啊 谁听谁的 大家都听圣灵的 圣灵自己在组织 突然产生了一个 这样的敬畏神的团体 然后使徒又行了很多神迹奇事 信的人都在一处 繁物公用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 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所以在这边注意到 这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 或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没有制度 我又回到一开头讲的 没有制度 没有阶级 都是圣灵感动个人 因为有的人他来朝见神 他已经花了很多钱了 他在路上啊 他住旅店啊 也许他们全家都来 可是他又很想要继续追求神 他不回去啊 他不想回去 那怎么办呢 那么在一个Kononia里面 大家是不是彼此分享 就是我看到他有缺乏了 所以我甚至因为他的缺乏 我卖掉我的田产家业 然后拿出钱来帮助这些人做什么 让他们可以持续留在耶路撒冷 听使徒的教训 持续在这个Kononia里面 为什么 因为有一天当这些人回去的时候 他们全部都是什么 他们都是宣教师啊 是不是这样 哇 世界各地的人来这边受教训 然后其实这是一个神学院 对不对 这个训练学院 然后大家又回去了 训练学院的资本哪里来 就要资本 现在讲什么事都要资本 对不对 资本就大家自己又拿钱出来 好 然后这就是上帝的组织啊 上帝的架构啊 不是人想的方法 只是大家不要觉得说 一个人他把他所有的田产家业都卖掉 没有 他只是看到有需要 那他要卖多少是他要卖多少归他 他们有的人就是在住在别人家里 然后共同分享他们的家 因为他们在一起 他们能干什么 他们也就是做这些啊 听使徒的教训啊 交接剥饼啊 我想他们还是有去传福音的 因为他们到处分享见证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地 在店里在家中剥饼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天天 你看他们什么事都没做 所以这个真的需要有田产家业的人拿钱出来 没有人去工作耶 没有人去工作 天天同心合意 而且还是同一个心 在店里 他们会到圣殿去聚集 而且在家里 很重要 我们最终最终追随上帝 不仅是在店里 而且是在家里 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这个在家里呢 他的原文是 从一个家中到另一个家中 所以他们在店里敬拜 接着他们从一个家中 然后到另一个家中 到另一个家中 也许他们去拜访那些原来不认识的 不认识神的家 他们就从我家 然后到你家到你家 也许他们认识神 可是没有关系 我们团契啊 我要去拜访他 我又跟他在一起分享 也许我们有什么新的获得 新的看见 也许我们就在一起 我们就是祷告上帝 所以在家里的一个 最主要活动不是看电视 现在很多家人 就是家庭聚集 最主要活动看电视 对不对 最主要活动是做什么 出去吃饭或是干什么 他们就是讲到 最主要的家庭活动 是敬拜神 让你家的最主要的 家庭的中心的活动 是敬拜神 他们就是讲 从一家到一家 到一家 从一个房子到另外一个房子 到另外一个房子 所以这个一定也是有包括 传福音啊 从一家到一家 然后波比 存着欢喜诚实的新用饭 那时候他们有一个习惯啊 就是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啊 我们后来大家叫这种 一起吃饭叫做爱宴 他们有爱宴 他们有圣餐 然后有爱宴 吃主的身体 然后吃地上的东西 一起 这是一起的 所以我们才会在 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 有的人 然后就喝醉啊 就干什么 然后他们没有尊重圣餐 所以他们领圣餐的时候 就被主击杀了 因为他们也不等大家 就是随便吃 意思就是说呢 其实他们会先领圣餐 再吃爱宴 或是先吃爱宴 然后再领圣餐 这样子 是一起的 天天欢喜 存着欢喜诚实的新用饭 赞美神 得众鸣的喜爱 所以众鸣喜欢他们哦 众鸣不是害怕他们哦 现在他们有一个 是有一个敬畏 他们 这边讲到是 他们 一开始讲 众人都惧怕 这个惧怕讲的是 敬畏的意思 他们得仁得神喜悦 有没有 耶稣有没有 得仁得神喜悦 他们不是一群怪胎 对不对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 有些人他觉得 他是非常属灵的 他是跟人分别 他很怪胎 对不对 越怪他觉得他越属灵 根据圣经不是这样子的 好吗 OK 他已经说 得到众鸣的喜爱 因为他们身上有 这个圣灵的统在嘛 他们所到之处 一定也有神迹其事的啦 他们会带来喜悦 他们高兴 他们带着什么 喜乐的氛围跟频率啊 是不是这样 你有没有希望有一天 你都可以不用工作 然后每一天只做 这几件事呢 还是你会觉得很害怕 万一只有做这几件事 他每天只做这些事 他们觉得非常高兴 因为他们跟神 有一个很深的团契 主就将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他们 哇 你从一家到一家 超一个人 来 我送你饭吃 给你讲耶稣 然后你如果相信了 我就给你剥饼 从一家到一家 从一家到一家 主将得救的人数 天天加给他们 因为他们 没有断绝圣灵的运行 有没有看到 这个很重要 有的时候呢 我们开这个荣耀学校 比如说我们开荣耀学校 很多人来参加学校 然后也许他们回去的时候 他们没有继续追求荣耀 他就觉得说 荣耀离开我啊 或者是 我怎么再也没有那些神迹启事 因为你都不追求啦 所以继续继续 他们继续继续 所以一次的聚会 并不是只有一次的聚会 然后聚会本身是高点 不是 聚会本身是一个转折 它是一个高点没错 它也是一个转折 为了要给你铺垫 更深更高的转折 所以主就将得救的人 天天地加给他们 他们在众人的眼前蒙恩 看到他们这边有注意几个字 他们欢欢喜喜 成诚实的心 他们非常诚实 意思是说 这每一个人都是很真诚地 在追求神 他们没有别的动机 这里面没有讲说有闲杂人等 有没有看到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神有没有讲 有 有闲杂人等 对不对 后来那些闲杂人等 就是闯祸 有没有 抱怨啊 然后不守神的道啊 那里面煽动啊 说谎啊 都是闲杂人等 因为他们只是看热闹 顺着走而已 可是这边没有讲闲杂人等 然后这边讲说 他们都是非常诚心的 每一个人 同心合意 如果圣灵说同心合意 就是同心合意 非常的不容易 这是圣灵的大作为 才可能会这样子 第三章 伸出祷告的时候 我们上次讲到 犹太人祷告有三个时间 一天祷告三次对不对 回教徒一天祷告五次 基督徒 不知道 犹太人一天祷告三次 哪三次 早上 九点 中午 中午十二点 下午三点 九点十二点三点 四出五正伸出 上个月我们讲四出的时候 现在讲到伸出 伸出祷告的时候 彼得约翰上圣殿去 我们之后会常常看到 彼得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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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跟约翰 以前耶稣在的时候 他们是彼此有一点 看不对眼的 可是我们后来看到 他们两个常在一起 彼得约翰 他们两个一起到圣殿去 应该是去圣殿祷告 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 大家知道这是路加写的 有一个瘸腿的 不能行走 天天被人抬 就放在殿的门口 哪一个门呢 那个门名字叫美门 然后他要求进殿的人 周记 周记的意思就是给他钱 大家如果有去过 耶路撒冷的圣殿 现在只剩西墙可以去 可是你从外面 走进西墙的时候 是不是要走一条道 还是往下的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在那一条小道上面 都有好多人在那边要钱 好多人在那边要钱 我那时候就想说 怎么这个圣殿在这边 还有人在那边要钱 这样不是不太好吗 大家就都来这边敬拜神 在西墙祷告 有人在那边要钱 后来我就想起来 对圣殿 古时候在圣殿的前面 也有很多人在那边要钱 因为大家去敬拜神 这些人想要人家给他们钱 美门 美门在哪里 大家看一下 因为等一下会有提到两个地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美门 美门为什么叫美门 因为它很美 它很美而且很高 所以叫美门 我们知道这个是圣殿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中间那个是 这个是圣殿 西律的圣殿比较小 这个是圣殿 这边有一个门 旁边有很多的狼柱 这边两边 前面是外院 这边是美门 这个叫做所罗门的狼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就是所罗门狼 美门在这边 这是所罗门狼 很大对不对 是它很大的 彼得约翰去圣殿 然后有一个瘸腿的人 被放在美门 美门口 美门有75英尺 我换算了一下 75英尺 在2286公分 所以有22公尺 那么高 很高吧 整个门是有戈林多铜 但是那个铜是非常亮 非常美丽的铜 所以叫做美门做成的 叫做女院 这是女子所在的地方 她们不可以再进去 旁边的这个是库房 外院 圣殿 美门在这里 美门进去就是女院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你就可以看到 她到底在什么地方 从不同的角度看 比较清楚 所以有一个瘸子 有一个不能走路的人 看到了使徒 可是他没有求使徒医治他 使徒是不是有很多神迹奇事 可是这个人很奇怪 他没有求使徒医治他 他说给我钱就好了 所以他看见彼得 约翰要进殿 就求他们周记第四节 彼得约翰定金 看他 彼得说你看我们 然后那个人就留意看他们 心里是指望着 想要得到周记 那彼得说 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他讲完这句话 他用手拉着他的右手 扶他起来 他讲完这句话 他就自己把他拉起来 你有没有想到 他很勇敢 当然他叫这个人 看着他的眼睛 我想他在那时候 他是想知道圣灵 指示他们做什么 所以那个人以为 他们要给他钱 他叫他起来行走 那个人没有起来行走 他就把他拉起来 拉起来 结果他的脚和怀子骨 就立刻健壮了 有没有 医生都写得很清楚 脚跟怀子骨 立刻健壮 意思就是他感觉有力量 他以前站不起来 因为他的脚没有力量 他现在有力量 他就跳起来 站着又行走 同他们进了殿 走着 跳着赞美神 百姓就看见他 行走赞美神 认得他是那素来 素常坐在殿美门口 求周记者 他每天都去要钱 所以百姓就认识他 这个不是做假的 所以就因为 这个人所遇着的事 满心稀奇惊讶 那人正在称为 所罗门的廊下 拉着彼得约翰 众百姓 一起跑到他们那里 觉得很稀奇 后来这个人 跳着从美门 就跑到这个 所罗门廊下 所以有很多人 就跟着过来看热闹 所以当时可能就是这个 台阶应该没有很高 可是现在彼得 要开始讲道了 彼得要开始讲 他第二场道 三章的第一节 开始所记录的是 正式记录 虽然前面有讲说 使徒行了很多神迹奇事 可是从第三章开始 正式记录了 使徒们所行的 第一个神迹 现在要开始看 彼得的第二场讲道 一看到人来了 彼得就对百姓说 以色列人啊 为什么把这个事 当作稀奇呢 为什么定睛看着我们 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 和虔诚 使这人行走呢 不是我们 亚伯拉罕以撒亚哥的神 就是我们列祖的神 非常会讲 对不对 因为犹太人 对于跟神之间的关系 是一种立约的关系 所以一想到这个神 就是他们祖宗的神 所以他从这里开始讲 我们列祖的神 已经荣耀他的仆人耶稣 或是荣耀他的儿子 我们之后会看到很多 讲到荣耀他的仆人耶稣 或做儿子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在以色亚书53章的时候 讲到 他是上帝受苦的仆人 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这边 讲到这个仆人 或做儿子 可以代换使用 你看彼得 你们却把他交付彼拉多 彼拉多定义要释放他 你们竟然在彼拉多面前 弃绝了他 你看 连这个官长都要释放他 是你们 你们把他定死了 你们做了什么罪恶的事呢 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 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 这句非常奇妙 对不对 杀了生命的主 他原是生命的主 怎么可以被杀呢 然而你们杀了他 没有关系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 你会发现彼得讲的 每一场道里面 绝对讲耶稣复活 彼得是一个很好的 传福音的人 所以他凡是看到 他就一定会讲 只要有人来 他就一定会讲 耶稣所做的事 并且引经据点 而且他一定会讲 耶稣的复活 那我们都是为了这件事 做见证 因为我们看到 我们听到 我们一信他的名 是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 所认识的这人 见状了 所以是什么样的名 名代表权柄 是谁的权柄 我们凭什么 有什么样的权柄 让这个疾病离开 让他得到医治 这个权柄就是 你们所杀的那个人 是他的权柄 让这个人站立起来了 让他见状了 而且呢 正是他所赐的信心 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 全然好了 所以连信心 他都不说是我的信心 不说是我彼得的信心 这信心是谁的呢 是上帝赐给我的 他也没说是 那个被医治者的信心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人被医治 他没有信心 他也被医治 有的人很有信心 他不一定当时被医治 也许他后来被医治 什么时候人得到医治 我们其实不晓得 美门 我想耶稣常常进出美门吧 因为耶稣在的时候 他一定常到圣殿去 对不对 这个人不是一天到晚 都在美门旁边待着吗 耶稣从来没有医治他 你有没有想过 耶稣从来不医治他 可是我想耶稣知道 他后来反而会得医治吧 一个人他什么时候得医治 我不晓得 可是为人祷告是我们的本分 不管他得不得医治 都要为他祷告 好 是神所赐的信心 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 全然好了 弟兄们 我们晓得 你们做这事呢 是出于不知 好 虽然我刚刚把你们 臭骂了一顿 可是我知道 你们不是故意的 因为你们无知 好 所以我们在旧约的里面呢 有一个误杀人的人 可以逃去哪里 逃成 误杀人 误犯罪的人 可以逃去逃成 因为是你们的 你们不晓得 你们不认识 你们的官长 也是这样 你们的官长 他们说了那些话 什么 在马太福音27章25节 众人说 这人的血 归于我们和 我们的子孙 他们这一句话 简直是 归于他们就算了 还把他的子孙 牵连进去 他说没有关系 因为你们不知道 但是神 曾借着众献之的口 预言基督将要受害 就这样应验了 其实神早就知道 基督将要受害 所以你们应当 悔改 归正 使你们罪 得以涂抹 这样 那安叔的日子 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又是一样 第一个 悔改 悔改是改变我的想法 归正是我的脸像神 我同意神的想法 你们的罪 就可以被涂抹 这样那些 那安叔 这个安叔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 凡事不用努力吗 不是 安叔的意思 他的原文是更新 更新的日子 就会来到 新的日子就会来到 你就会得到更新 这个日子 是从主面前来的 主也必差遣 所预定给你们的 基督耶稣降临 又是基督耶稣 又是主 这个就很像诗篇 110篇 对不对 主对我主说 我将仇敌赐给你 做你的脚凳 耶和华 对阿斗奈 主说 所以不一样 父神 对主说 所以这边 主 这是大写的 对不对 讲到 父神也必差遣所预定 给你们的 基督耶稣降临 下一句 天必留他 非常重要 他是讲到 天必留他 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就是神从创世以来 借着圣仙之口 所说的 好 你们悔改归正 然后你们的更新的日子 就会来到 然后呢 神也必差遣 主耶稣基督 来到你们的面前 可是不是现在 是什么时候 这个天呢 要把他留住 意思就是他不会来 直到 这很重要 耶稣基督什么时候 才会回来 万物复兴的时候 好 所谓复兴 有很多人讲说 啊复兴 所以我们都要回到 第一世纪 要像当时那个样子 不是 这个复兴的意思呢 当然他本来有 恢复的意思 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复兴 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重建 重建 重新建立 这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原来神要 这个地上 是什么样的样子 后来就变不一样了 好 可是耶稣基督 什么时候才回来呢 等到万物都重建 的时候 这个就很令人深思哦 不是神回来 重建万物哦 不是神回来 一个乱七八糟的地球 然后重建万物哦 这边讲什么 万物重建 恢复神原来的样子的时候 他才要回来 有没有看到一个 很重要的秩序 天必留他 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所以你如果看到这句经文 他就跟那个 末后大灾难 然后我们被提 然后我们逃跑 很明显就不对吧 是不是这个次序有问题 对不对 这次序很明显有问题啊 白纸黑字在这边 主不会回来 天必留他 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不是直到大灾难的时候 直到万物恢复更新 重建的时候 主再回来 圣经还有哪里 讲到这个部分 我们翻到 罗马书八章 罗马书八章 十九节 十九到二十二节 受造之物 切望等候神的重子显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 浮在虚空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 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 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所以现在的受造之物 是被败坏辖制 对不对 是在败坏辖制之下 是不是 所以受造之物 所显出来的 是在败坏辖制之下的状态 可是受造之物 有一个盼望 什么 切望等候神的重子显出来 上帝承受的儿子显现出来 就可以改变这个状况 因为他们要跟上帝的重子一样 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脱离这个败坏 好 我们再看回来 所以很明显的 是上帝的重子显现出来 然后这些重子 有上帝自由的荣耀 然后这些重子带着受造之物 什么是受造之物 树啊 动物啊 土啊 石头啊 反正一切受造之物 脱离败坏的辖制 然后他们更新了 他们可以得享 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万物复兴 然后主才会来啊 因为天必留他 直到万物复兴 好 可是如果呢 我们带着一个固定的 这个意识形态 去读这个经文的话 你读了你就读了 你就跳过去了 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 我被教导 我被教导 也是这种末世大灾难 然后那时候还在辩论什么 灾前灾中灾后被提 有没有 我被教导的就是这样子 我从来也没去多想 很奇妙的是 那时候我虽然受到这些教导 可是我觉得那些教导 对我啊 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我觉得那个对我不重要 所以我也对那些也没有兴趣 我只是觉得说 哦 好 牧师这样教 我就这样接受 我没有多想 可是我越读圣经 我越到后面追求神 就越想到这个教导 我就觉得它就是错的 而且它没有带来任何好的果子 所以你看经文 刚信主的时候 我也读过这个经文 可是读完以后 我也不会想说 它跟我受到那个教导 有冲突 逐渐逐渐 圣灵的更新跟改变 改变我的思想 所以我们越来越清楚 这边写得这么清楚 天必留他 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这是神从创世以来 借着圣先知的口 所说出来的 摩西曾说 主 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 像我 凡他像你们所说的 你们都要听从 这是生命纪十八章十五节 凡不听从那先知的 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 其实从摩西说了这句话以后 以色列百姓 都一直在等待那一位先知 所以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问他说 你是那一位先知吗 哪一位先知 就是摩西说的这一位先知 你是那一位先知吗 其实他是给先知开道路的 对不对 那一位先知是主耶稣 所以摩西说 你们要听他 你们不听他 你们会从民中剪出 从丧摩尔以来的众先知 凡说欲言的 也都说到这个日子 你们是先知的子孙 也承受了神 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 就是亚伯拉罕说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神从头 就是要亚伯拉罕的后裔 来影响全世界 全人类 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因为亚伯拉罕 因信称义 因着信 我们也是他的后裔 神既兴起他的仆人 或做儿子 就先拆他到你们这里 来赐福给你们 叫你们个人回转 离开罪恶 所以神先拆了 耶稣到他 立约的百姓当中 在这里看到路加将写 实际上是有一个很大的对比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讲到圣殿 就是神的同在 这种约柜 上面是不是有火 有约柜在的地方 才有火柱 有没有 有几根火柱 有几只火柱 有没有说很多只 一只啊 一只火柱啊 为什么有一只火柱 一只火柱 其实就是上帝的荣耀 上帝的荣耀 白天是以云彩的方式 来遮盖他们 晚上是以火的方式显现 这个一只火柱 其实来自于约柱 神的同在 才有火柱 所以从摩西时代开始 它是有约柜 后来有会幕 约柜在会幕当中 都是火柱 对不对 有火柱 后来有大卫的帐幕 这个我就不写了 后来有所罗门的殿 第一圣殿 然后有第二圣殿 百姓到圣殿来 祭司在那里 祭司教导上帝的话语 百姓来这边献祭 等等等等 这个是旧的模式 现在新的模式降临了 新的模式降临 当百姓聚集在马可楼上的时候 神的火降临在个人的头上 有没有火柱 神的火降临在个人头上 所以有没有火柱 有 好 这个是新的 这个是圣灵的时代 它也有火柱 所以这边火柱只有一只 这边有几只 很多很多 很多 从前在这些圣殿的里面 大家去献祭 好 在新的时代 大家是不是也有献祭 他们是不是把家产都卖了 有没有 献祭啊 奉献给神啊 他们也有献祭 他们也有献祭 而且这个献祭呢 不是为个人 他们这个献祭是为了上帝的国 圣殿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 就是要帮助贫穷人 可是后来圣经记载 耶稣去的时候 把圣殿里面很多 卖牛羊鸽子的摊子推倒 因为他们都在那里做生意 牟利 盈利 可是在这个时代 虽然没有单一的圣殿 但是神的圣殿降临在人的里面 所以有很多的火柱 有很多的帮助 有没有 有很多的神迹奇事 神的话语 使徒的教训 在这个旧的模式几下 大家都要什么啊 去圣殿有没有 去圣殿才可以朝见神啊 所以他们现在要建立第三圣殿 为什么要建立第三圣殿 没有第三圣殿 他们到哪里去朝见神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圣殿 可是其实神的模式 早就换到这边来了 是不是 我们当然要聚集在一起 敬拜神啊 可是 当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是不是 圣殿就跟你一起出去 这边是圣殿不动 去圣殿然后大家来 这边是圣殿移动 圣殿来到你面前 是不是很不一样的模式 非常不一样模式 上帝的新作为 其实有很多的基督徒 虽然没有经过旧约时代 可是还是在旧的模式当中 所以这边才会讲说 大家天天在家里用饭啊 天天剥饼啊 等等等等 这边有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 犹太历史学家 叫做约瑟夫 他写过这样一个记载 在西元1260年 现在2021 对不对 很久以前 他说天主教很有名的 一个神学家叫做多玛阿奎纳 他是一个逻辑 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神学家 他曾经说过这一句话 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说你只要 给我圣经的第一句话 起初神创造天地 接下来圣经所有的东西 我都可以用逻辑帮你解决 很聪明的一个神学家 但起初神说 创造天地他没办法了 有一天呢 多玛阿奎纳在1260年的时候 被教宗邀请 去看教廷 就是现在的教廷 这个教宗呢 就跟他展示 你看我有多少的财富 因为过去的天主教 大家没有看圣经嘛 看不懂 很像拉丁文写的 大家就是听 教会讲什么 教宗讲什么 就是什么 很多很多的钱 他说阿奎纳你来看 我有这么多的钱 他说呢 我不像我们的第一代教宗 第一代教 天主教的第一代教宗 就是彼得 他说我不像我们的第一代教宗呢 我不能够说 金银我都没有 他在炫耀 他很有钱 结果阿奎纳就说呢 他说 教宗啊 我以我所有 对你的敬畏 我要对你说 虽然你不能够说 金银你都没有 你也不能说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好呢 因为呢 这个宗教啊 这个信仰 后来逐渐变成宗教 就跟世界一样 讲到这个 我的宗教很伟大 我有很多世界的金钱 我像人炫耀 我世界的金钱 可是他有没有 真正的财富呢 没有 他失去了属灵的力量 更多了解 刘戴华博士的服饰 及支持荣耀时刻频道 请参阅以下资讯 请参阅以下资订阅 转发 欢迎突破 请参阅